我说爸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爸林总以前都脑血栓了 我连跟我爸随我受欢的机会都没有 他在电话里说 儿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别担心我 好好录见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觉得我的父亲 或者母亲会对我隐瞒事情 我爸什么事都跟我说 我妈也是 我在录节目 我爸知道自己得病一年 他没跟我妈说 他没告诉过我 我给你爸的电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哭 我打了两周 我说爸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爸已经住院了 他还在停 他说我没事 他说爸爸没事 爸爸很好 我爸林总以前都脑血栓了 我连跟我爸随我受欢的机会都没有 他在电话里说 他在电话里说 儿子 你爸没事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别担心我 好好录见我 我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作为孩子要 去了解大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呀 他们在为你正在承担的事情是什么 我爸 你知道吗 一个月的时间 你也站在床头看 说不了话 我很后悔 我一直都觉得我特别爱我爸妈 我一直觉得我 我已经做得很好 我每天都会跟我爸妈说我爱你 我每天都会跟他们说我想你 我每天起来会给他们发信息 但我并不真正地了解他们 到底是如何生活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过的 但我们打电话了解的一切 有可能都是假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 我想在节目上说这些东西 我并不是因为 什么 我只想让我的这份职业 我认识的经历 传递给能够看到这个 东西的人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作为一个艺人的原因 在一个节目上 或者拍电视剧也好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光环 我愿意把这些光环分享给大家 不要再走这样 同样的错误的道路 这就是我的 我做这个艺人的职业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任何的东西 不管有多少的谩骂也好 怎么怎么样 都抵挡不住 我要传递这个思想的正念